那我們現在就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那您把這個任務的這個單元打開 第一個就是了 那打開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這邊的教材 那麼在彎肉這邊我先跟大家提一下 您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叫顯示筆記有沒有 所以您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做筆記 做完之後再按確定 所以下次你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你的筆記就在上面 筆記就跟著你的教材走 好 那您也可以把它藏起來 那麼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就是 這個是我部落格上的文章 那目前語音的輸入其實有蠻多個 那Google本身Google文件有 還有一個叫speech notes 那另外呢 如果你比較主於單字的 就是一句的單句的 你也可以用這個 我後來再補充的 後來再補充就是這一句的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都可以 那我們先來看我比較喜歡的這個speech notes 開始介紹之前 我先用一次給大家看 看看你今天坐在這裡 兩節課的時間 您覺得划不划算 好 您進到這邊之後呢 這樣 這樣 我把語氣改好 老師平常的打字速度 應該沒有非常快 如果用這個方式來做 語音輸入 打字的速度應該還不算太慢吧 一分鐘嚴格來講 應該也有二三十個字以上 那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這個輸入 少了什麼東西 這樣有看到了嗎 唯一要你打的 就是滑鼠按一下 右邊的標點符號 這樣正確率還算高嗎 一般口語化的正確率 所以現在都非常高 可以來念台灣多語嗎 English OK 發音不標準 發音不標準 要回去練發音 笑聲不會錄進去 要自己打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 他難免會有 還是會有錯喔 對不對 所以你唯一要做的是什麼 老師平常最會做的是 對啊 定證啊 哈哈哈哈 因為他不聰明嘛 所以你要幫他修正他一下 事實上老師可能剛剛沒有注意到 他在幫我們做翻譯的時候 不管Google或是這個網站 他們都做兩次翻譯 第一個是即時的 就是我唸出來他馬上翻 第二個 他做什麼 等到這一句出來之後 他還會做整句 整句的語意再翻譯一次 所以有可能你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 就是結果不是很OK 可是他整句你唸完他OK了 當然也有可能也是顛倒過來 就是本來OK 然後整句完之後 他覺得這不是常用的 就是用法 他反而會把你正確修正回錯誤了 也有可能 但是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隨隨便便就打了不少字了 即使我打字也算快的 即使我打字也算快的 我也覺得 這樣 我就負責改字就好了 手比較不會生 對吧 所以老師想要試看看了嗎 你們的麥克風都準備好了 那麼 在這裡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做完這裡有一個複製 你就可以直接逛到你想要貼入的地方 那我等一下呢 我先再把Google的也弄給你看 好不好 Google的也是一樣 但是呢 缺點就是說 您必須要先登入Google 因為他這個部分放在哪裡 放在Google的文件裡面 所以你沒有Google帳號就不能用 那剛剛那個呢 不用 純粹是雲端服務 而且各位不要忘記了 平常你電腦會不會特別裝個麥克風 不會 行動裝自由嗎 如果你的行動裝置不是要拿來講電話的 那我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覺得說 你可以不要麥克風 你的行動裝置沒有拿來講電話嗎 所以不會有麥克風嗎 有啊 不管你是行動電話還是平板 有沒有都有麥克風 所以 你就對著行動電話跟平板直接講就好了 上網站就直接講 對啊 對啊 所以下次如果你看到有人走在路上在低頭 在講話 你不要打擾他 因為 他有可能在講報告啊 現在不叫打報告 不叫寫報告 叫講報告啊 講完了就 哈哈哈 講完就講完了啊 對不對 報告就寫完了啊 對啊 就不用寫了 那不是這樣 對不對 以前就打報告要打字啊 現在不用啊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Google文件 你從這邊新增 OK 確定之後呢 一樣的 這邊在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語音輸入 那 Google呢 他不需要特別告訴他 你是哪一個語系 因為你登錄 注冊Google的時候 就有告訴他你是哪一個語系的 所以他不會問你 好 那一樣按下這個就OK 但是我為什麼會比較喜歡剛剛那一個 Speech Notes 有一個蠻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用Google的服務 他因為平常是 通常是拿來做所謂的 語音的就是口語命令的輸入 所以他如果你不輸入 也就是說靜音一段時間 好 可能是幾秒鐘 他就會自動停止 可是有時候如果老師把這個部分 當作是比如說 你做一個報告的 真的用講的 有沒有可能我們有時候 有很多思緒我會稍微停頓一下 有啊 但是如果停頓了 他就停了 你還要再按一次 你的思緒會不會被打斷 會啊 我們最怕人家打斷 有時候想到那個 什麼事情 對不對 尤其年紀 越來越大之後 人家一打斷 啊 頭上不知道要說什麼 說得不記得 所以 這一種的 他的好處就是 你一定要按停了 他才會停 但是你不要接到電話 就跟別人聊起來 他就幫你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齁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Google的 你看 一樣齁 允許一下 你看我們用這個來做語音輸入 打字的速度是不是也是很快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我都有講一下 稍微停頓一下 有沒有 那 Google的標點符號怎麼辦 老師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嗎 我先停一下喔 你說從這裡插入 這樣不累嗎 老師我們想比較聰明的方法 這裡 有沒有一個 這個 有不小心看到了嗎 哈哈哈哈 這樣有沒有跟剛剛Speechy Nose一樣 負責用滑鼠點就好了 不然 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盡量把 重點擺在什麼 讓你能夠把你的思緒 完整的表達出來 就是轉換成文字嘛 把這些Lilycoco不需要的行政流程 不是要簡化嗎 對不對 我們的工具是不是要簡化 我們再用是不是就更快 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你找到工具之後 一樣 就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快一點 事實上 因為我用無小米輸入法 老實講 我是沒有 輸入標點符號的困擾 但是 如果您是用注音輸入法 是有標點符號的困擾 就是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打 沒有對不對 可是你看我用 我用無小米 老實講 我就這樣打就好啊 我就沒有 沒有標點輸入法的 就是標點符號的這些困擾 那Google的要不要存 不用存 因為你邊打的時候 他都邊把你存在雲端上 對啊 邊打就邊存啊 這個的話你要複製才有啊 對不對 你要複製才有 可是Google的雲端 你看我把它關掉 我也沒有存 可是 已經在這裡打開 就在上面啊 因為你邊打他就邊存啊 這樣您了解那個概念了齁 那就給您試看看看一下囉 來